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满回港人潮 人龙排到出 螺湖商业城 也有不少市民趁最后一日公众假期来玩 马克龙结束访华后 说安州不应该沦为美国的追随者 详细内容 复活节假期来到最后一日 各个口岸都有不少市民回港 截至下午4点 一共有21万5千人入境 当中17万8千人在经陆路口岸入境 其中罗湖下午出现人潮 罗湖口岸回港人潮 下午开始涌现 由旅检大楼回港方向的入口 经天桥一直延伸至大楼对出罗湖商业城外 四处都是人头涌涌 很辛苦 多钟头 当局加派职员协作 旅客众多 当局就在商业城外 架起铁马分批疏度旅客 不过就有人推开铁马 工作人员再摆放铁马维持秩序 而高铁西九龙站入境大堂 也有大批回香港的市民 中国铁路12306的网站显示 全日26班在广州开往西九龙站的班次 车票已经迈光 有市民说一早已经预订车票 在车站里面要排几个小时 车票早前一个星期 前一个星期 要的 因为系统都预订了 要提早做好准备 因为小朋友上学 所以我们提前回 是11后才上学 不过今次长假期 旅客人数不及入境处的预计 入境处原本估计 今月1号至10号 一共有903万人次出入境 但头9日累计只有近600万人次 那方面恢复6成 跨境巴士恢复3成 高铁那方面的班次其实也算是不太有的 所以各方面都是有袋 一定时间就消费 他又预计整体上需要多一年半载 旅客人数才恢复至到疫情前的水平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报 复活节假期最后一日 亦都有不少的市民选去到离岛一日游 一年四日假期来到尾星 不少的市民选择到离岛一日游 在中华5号码头 接近中午有过百人排队坐船入长洲 不少都是一家大小 我们搭原定3点出发的高速船 上下两层都坐满了人 船公司提早10分钟开船 不过上来小岛移情都要给点耐性 因为码头对出的一段路都逼得水舍不通 想掃街吃特色小食一样这么多人 我吃了一个咸鱼饭 很好吃 因为它加上一些蛋 再加一个肚餐一起吃 因为我们很多人 12个至13个人一起玩 所以又要坐两台 等了多久啊 等了大约40分钟 今天碰下运气看看多么多人 假期人出去玩 打算没那么多人 今次我们一去码头上船都可以了 又卖纪念品店主说生意和往年的差不多 去年来说因为就 你都知道疫情了 疫情但是因为疫情不能飞 去年都很多人来长洲 其实今年的游流和去年差不多 虽然去年是说真的没有糖吃 晚上没有糖吃 但是都很多人来长洲 比以往就是因为人流多了 预算今年开了关之后 那些人会飞 但是去留港的人其实是多了 因为大家都抗烈疲劳 有消息店店主说 今个长假黄丁又黄财 普遍的人 我就以为回大陆去旅行 或者去外地 但是本来也有很多本土人进来长洲 有外地的旅客也有 幸好又进去旧房 来以往长假期 不少市民来长洲都会租度假屋 玩两至三天 不过有度假屋的职员就说 今年比较多市民都是即日来回 相信要去到下个月的太平清朝 过一刻才会增加 《暴仙电视》记者 吴贾軒 天文台说菲律宾以东一个低压区 有机会发展成热带气旋 本周后期可能进入南海 是否影响香港言之上早 经历異常温暖的三月 四月仍然炸暖还行 天文台说一个低压区 目前集结在菲律宾以东海域 预计未来一两天会逐渐发展 电脑模式对低压区移动途径有分歧 部分预测会横过菲律宾 进入南海中北部 也有模式说有机会在菲律宾减 或者移向楼球群岛 很多电脑模式都在说 它有机会去到菲律宾附近 因为会非常接近雷宋岛 所以在雷宋岛那里 由于都比较多高山 有机会减弱的 气象专家说 就算这个低压区增强为热带气旋 对香港的影响轻微 实际上今年在现在这一刻 南海北部的海水温度 比正常稍微偏低 所以其实不是有利热带气旋 继续发展的 另一样在我们这个季节 其实还不断会有东北国外风的影响 就会将这个热带气旋 它过了南海 即过了菲律宾之后 就会吹向南面 即不会走近我们 所以影响香港的机会 是微乎其微的 天文台早前预料 今年有4-7个热带气旋 会进入本港500公里范围 接近正常情况 无线电视机者林准天不道 刚结束访华行程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认为欧洲应该构建战略自主 减少依赖美国 而在台湾问题上 更不应该沦为美国的追随者 避免捡入中美可能发生的冲突 中方重申台湾问题 诵述中国内政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 总结上个星期访华行程 包括他在北京获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规格接待 以及两人在广州非正式会晤期间一起品名 马克龙在影片中说他深信法中有疑 双方共识是希望能尊重国际法 为和平、稳定和共同利益努力 马克龙从北京飞往广州期间 曾经在专机上接受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al等的传媒专访 马克龙说欧洲面对的最大风险是卷入不属于欧洲的危机之中 而这样会妨碍欧洲构建战略自主 又认为加速台海冲突不符合欧洲利益 而最差的情况是欧洲在台湾问题上成为配合美国节奏的追随者 或者受中国过度反应左右 马克龙的言论在欧美引发强烈反弹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质疑马克龙能不能代表欧洲 强调欧洲防御 特别是法国都依赖美国 有欧洲学者批评他向中国出卖欧洲利益 在北京外交部重申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就在马克龙启程回法国几个小时后 解放军就在台湾周边展开军演 Politico引述马克龙身边人士说 马克龙对北京至少等到他离开中国领先演习感到高兴 报道又引述相关人士说 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洛因 和习近平三方会谈期间就台湾问题采取相似立场 但是马克龙之后和习近平曾经只有翻译人员的陪同之下 单独会议超过4个小时 他和记者谈及台湾问题的时候 预调也教逢德洛因温和 木线电视记者 何英杰报道 先有时一会 回来报道 冰球女子队在罗马尼亚奪得冠军 令队说颁奖礼之前 发现大会下载了错的国歌 幸好及次糾正 美国机密军事情报遭到泄漏 涉及俄乌战士和监听盟友南韩 本来新闻时间 在罗马尼亚举行的冰球细感赛 香港女子代表队在第三级A组历史性奪金 颁奖礼播放正确的中国国歌 领队军羽儿透露 比赛之前发现大会有自行下载错的歌曲 差点再出错 赛事在罗马尼亚举行 六队打单循环争取升班资格 香港队打完四场排第二 撒科战以3比0击败爱沙尼亚 四胜一负得13分 原本榜首的立陶苑不敌乌克兰跌到第三 港队最喜欢一分力压刺名的乌克兰历史性奪金 将会升班到第二级B组 队员吴永熙获选为今场比赛最有价值球员 期训练 顛掌例上播放正确的中国国歌 领队关轮仪在顛掌例之前说 已经向大会提交正确的国歌 保证不会出错 不过他透露在第一场赛事核对的时候 发现仍然有错及时糾正 幸好Gokokgaliza 这次让我核对过歌才开始比赛 因为收我USB的位置 和播歌的位置根本是两个人 收USB的位置收了 但又没有给播歌的位置 播歌的位置又上网下转 结果又下转错了这首歌 如果这次他不肯让我核对 第一场赛事又出错 到时我也不知道如何和大家交代 男子兵球队2月在波斯尼亚比赛 播放国歌的时候 播出和港独有关的歌曲 当时也是由关院而带队 对于今次女子兵球队历史性奪金 关院而感谢所有男女子队的球员 和U18球员 又说虽然兵球今年 未获纳入政府的精英计划 但仍然感谢政府 之前五年曾经吸约的资源 令到兵球队有好成绩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 祝贺香港女子兵球队历史性奪冠 说他们的表现优秀 突破过往的成绩 创造另一高峰可喜可贺 港协计奥委会 也祝贺港队女子兵球队夺冠 将会一如既往 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训练和作赛 与各体育总会继续合力 提升体育发展水平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谦不道 民建联接获市民求助 说信用卡被盗用之后 个别发卡银行还要求卡主还款 建议当局统一各银行的跟进指引 张女士去年8月被偷去一张渣打银行 和两张汇丰银行信用卡 以及身份证 其后接获短信通知 渣打信用卡被签账26万 其中一张汇丰信用卡 就被签账33万2千元 两项交易都是购买名标 张女士随即报案 并且致电两家银行锁卡 其中渣打银行两个月之后 取消这项交易记录 但汇丰就以严重疏忽为由 仍然要求他找卡数 我不觉得我会是一个严重的疏忽 因为这个世界其实是有 轻微疏忽 少少疏忽 丁点疏忽 但是他们基本上 他给我的答案是 你任何的疏忽 你就是严重疏忽 被人偷了三张卡 还要不是罪面那些 是塞在里面那些 怎样意味道呢 这样原来就是严重疏忽 除了张女士之外 民建联也收到多宗类似投诉 说发卡银行 以持卡人严重疏忽为由 拒绝免除费用 涉款由9万元到150万港元不等 根据银行营运手法 如果持卡人信用卡账户 被其他人用作未经授权交易 而持卡人并没有任何欺诈 或者严重疏忽行为 他们无需为未经授权交易承担责任 不过民建联批评 有关部门未有界定准则 很多时我们的市民都会以为 如果不是我们自己去授权的交易的话 我们最后如果是举报的话 是不用自己去买单的 现在我们的发卡银行是可以无限去解释 卡主的严重疏忽这几个字 或者是这个条款 但是如果我们的监管部门 譬如说监管局不去和银行去清晰界定 怎样为之严重疏忽的时候 只会越来越多 好像我们现场的苦主一样 他建议银行利用大数据 分析每个客户的消费模式 如果出现异常金额 应该立刻询问卡主 阻止潜在的盗用风险 汇丰发言人回应说 了解受影响客户的不安 一直向他们和相关信用卡机构跟进 尋求可解决的方案 无视电视记者 利由昆布导 再跟进国际消息 美国国防部和多个情报部门 机密军事情报文件遭到洩漏 涉及俄乌战士和监听南韩以色列等盟友 南韩总统办公室回应 将会与美方进行必要沟通 纽约时报等多个美国传媒报道 近日当局一批属于高度机密的军事 和情报文件遭到洩漏 在社交平台流传 内容涉及俄乌战士和美国国家安全等议题 包括美国和北约援助乌克兰反攻计划 乌克兰防空系统细节和弱点 乌东战士重地战况地图 俄军发动袭击的时间和具体目标 以及俄乌双方死伤人数等内容 有美国国防部官员证实 文件中关于武器交付期 组建乌军兵力规模等图表 都是真实的文件内容 外涉文件内容也涉及美国一直对南韩和 以色列等盟友进行监视和监听所获得的资讯 包括南韩政府内部曾经讨论 是未按美方要求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 但由于担心激怒俄罗斯 最终通过波兰转交弹药 南韩总统办公室星期一回应说 将就有关报道和美方进行必要沟通 会要求美方采取适当措施 或首要任务是查明事实 正考虑采取措施加强保密工作检查和管理 有关事件会不会对总统运石月月底访美行程带来负面影响 洩漏文件又包括中情局3月初更新的情报 提及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鼓动民众示威 抗议总理内塔尼雅湖推行司法改革 总理办公室星期日发声明 形容该说法为捏造毫无根据 美国国防部正调查文件洩漏源头 司法部也都已经启动调查 并且说与国防部保持联系 前国防部助理副部长马尔·莱伊认为 美国内部有严重的安全漏洞 是有人蓄意泄物 企图破坏乌克兰、美国和北约的努力 有分析说 自上个月1号开始 遭到泄露的机密文件已经达到100多份 可能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情报泄露事件之一 无线电视记者陈慧珊报道 南北韩军方通讯热线连续4日未能接通 根据南韩统一部和国防部消息 南韩今天上午9点按照惯例搏打热线 进行两航例行通话 但是北韩仍未有应机 同一部初步认为 北韩是蓄意拒接电话 将会持续关注有关情况 并且考虑如何应对 南韩国防部说 两航联络办公室通常会在每日上午和下午例行通话 周末就会透过军事通讯网络联络 但是北韩由礼拜五开始 至今一直未能接听电话 有分析认为 北韩是想借此向南韩美国近期的军演 和联合国通过对北韩人权决议作出无声抗议 中日第十五轮海洋事务高级别初商在日本东京举行 外交部编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洪亮 和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船越建议 率领两国官员就东海争议海域的涉海事务进行初商 这一轮初商正值大陆解放军在台湾周边举行演习 日本内国官房长官崇野博一体记者会说 正是密切关注 重新日方期待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愿意和美国等志同道合国家攜手 为台海和平稳定开展外交努力 解放军第三日还台湾岛演习出动山东南国产航母 北京市进入洋楼水分飞的高峰期 近日因为过敏求疹的病人多了 回来新闻时间 跟进一下中国新闻 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 原本完成还台湾岛军演各项任务 而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南也有出动 分析说解放军对台实战准备 越来越深入 中央电视台报导 东部战区多首驱逐艦护卫艦 上午在台湾海峡以及台岛以东等海域 战开突击敌方梭博船艦 海上封锁等演练 片段也展示了艦载机由山东艦起飞 而空军出动几十架迁击机 针对台湾海峡以及台岛南北两端 战开空中封锁等的演练 构建多项围堵锁台态势 多架轰6K轰炸机挂实弹升空 在预警机、干扰机等多机型支援之下 对台岛重要目标实施多次无意打击 火箭军部队就采用多种战法 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火力追苗 以及无意火力打击 东部战区也发布两段片段 强调当局有能力、信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守护两岸和平复子 其中一段片尾播出以繁体字书写的文字 第一句就是与虎谋屁炎战火 突显三日军演是对台独分裂势力 和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 而在台围台独上空的声音的短片 就展示了军6K在第二日军演进行打击任务 饱和攻击即是以绝对的火力优势、高密度、无间断攻击 疼瘟敌方防御系统 而环球时报引述军事专家指 三日军演的公开片段中多次出现台军舰艇 显示解放军不单只是兵力 行动空间上打破了所谓的海峡中线 舰机对台底更涉压也常态化 而通报中提及打击对象包括台岛关键目标 分析就说可能是重要军事设施 或者是台独的重要政治场所 反映解放军对台实战准备越来越深入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儿报道 在北京 外交部批评外界说 解放军借台海军事演练威胁台湾 是荒谬的说法 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高连挑衅的严重警告 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也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解放军驻港部队近日在深圳举行出征仪式 南部战区公布三百多名官兵参与仪式 之后坐战车去到广东东部的训练基地 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野外实战化训练 期间会完成多兵种战术训练和多种火器实弹射击训练 同时检验在实战条件下的后勤保障水平 全方位提升战斗力 北京市进入洋楼水分飞的高峰期 有家庭医生说近期多了过问求诊的病人 住北京记者陈卓康报道 踏入四月北京街道仍然漫天雪花 看真点原来是洋楼树的飞水 徒人都戴上口罩 公园里面包着种子的涌毛不时随风起舞 小朋友特别好奇 河面就铺满白点 这个公园稍微多一点 可能这块的这个流续的树比较多 特别担心很容易敏感 孩子还好 反正戴着口罩呢也还可以 过去呢比这还厉害 我们小时候 后来呢北京呢就是政府呢 就采取了采用这种改换树种 和这个改换这个柳树的性能 减少柳树的飘落 但毕竟呢北京大 绿化面积大 一下把树种都换了也不太可能 相信慢慢以后会改善 北京星期日进入今年首个羊柳水高发期 预计持续大约一星期 以朝阳和风台区比较严重 北京市当局就说 羊柳树系市内生态绿化的重要骨幹 会在尊重植物自然规律的大前提下 采取措施 缓解对市民的影响 有当地家庭医生就说 近期接获的过敏求疹个案多了 北京来说每年的三月份四月份 就是一个过敏的高峰期 因为那时候是闻花粉 你说的柳树 都是那时候散播出来的 针对柳树就是在四月份的时候 特别多见 尤其是你见到 譬如这两天 温度高那些 扭吹到在树上散发出来 再加上一些风 吹到整个空间 会引起鼻高的敏感之外 尤其是对眼睛 有一个特别的刺激 尤其是人如果是闻戴眼镜的话 扭吹到眼里面 反而可以很激烈 整个结果可以种不水种 他建议有敏感市的市民 减少日间外出 佩戴口罩和眼罩 必要时可以服用医生处方的抗过敏药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陈聪康报道 内地北方地区 再受大范围沙尘吹集 其中北京已经是今年之内第四次 国家气象部门预计 去到明天 沙尘天气会持续影响 15个省市区 气象专家认为 最难会推进去到长江中下游 而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说 沙尘游蒙古国 内蒙不断冬移 预计北京的空气质素 明天上午才会逐步好转 北京故宫博物馆成立过百年 去年年底正式动工建北远区 有不少人关注 原本的故宫博物馆 理应有足够场地展出馆床 为何还要建婚圆呢 带大家了解一下 以明清指禁成为基础 1925年成立的北京故宫博物馆 占地过百万平方米 保存了近九千间古建筑 部分有六百多年历史 既是博物馆 亦都是文物 令保护和修线更添难度 室内的游饰 彩话等的文物 或者因为开放被游客参观而受损 要在故宫内部设置展览 亦都要面对不少制造 譬如展览要设置灯光 但宫殿内一钻一啞都不容破坏 有时不得已要放弃美观 在这样的古建筑里面做展览 就是永远有很多的局限 比如说书画 比如说织绣 这样的文物 它对于这个环境的要求比较高 受限于展品条件 故宫博物馆186万多件馆床 每年只有不够一万件可以展出 官方表示 等北远区建成之后 现有的故宫博物馆 会专注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 不同研究 展览亦都会倾向原状陈列 大部分展览会改到分远举行 到时亦都会增添数码展览 无线电视记者陈树仪报道 再有四个阵 转头回来报道 自身演员 不要看世世 中年83岁 联合国推算 再过几日 印度人口就会多过中国 一会儿再说一会儿 再说一会儿 再说一会儿 来到最后一节新闻 资深演员 吴耀汉世世 中年83岁 他演过多套喜剧 被形容是港产片一代经典少将 一起重温一下吴耀汉的电影人生 吴耀汉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加入无线电视发放笑弹 碰到你不服 《遗伤声》报喜节目创作 之后获取冠闻邀请 参演电影《半斤白两》 又打碟 地址吧 立即派人来 又打碟吗 立即派人来 又打碟 不用派人来 什么 我在你后面 打碟 打碟 受观众注目 亦开展他的电影生涯 点子触策这么简单 面蒙心精等等 喜剧形象深入闻心 最经典的是和洪金宝 和冯水凡等合演五福星系列 无论是扮隐形的死气候 还是有特异功能的大山地 都形象突出 更加两度获提名 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 你先忘记山峰 你先忘记山峰 不就是我饭梁独扣 还吹热那些鸡鱼 用什么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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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是今年上画的电影《风菜喜时》 飾演女主角的爸爸 导演翁子光形容 吴耀翰经业为人积极同乐观 他还带了一些他自己收藏的一些烟罐 因为他说当年在五十年代 那些人的烟罐是有些烟罐的 他就拿了这些 就是帮我们看道具那里都帮忙 是一个很好的前辈 他觉得很多东西都可以用幽默 可以化解 我印象中他是一个很 很喜欢笑 和一个很心态很直 很乐观的一个人 他没有想过多少岁 是因为没有想过 他说有个角色就是 有个人太太出床 但是他太太很幽默跟你说笑话 他不是一般那些 死下死下 很严重的人 不是啊 他在这里还可以 他很喜欢说笑 为了吴耀翰 吴耀翰最终留下 一代少将的身影 在观众心里面 母亲电视机就是钟卓希报道 转体下 港铁今年会在五个车站和车厂 安装太阳发电系统 支持本港发展可再生能源 五个项目分别是 百香车厂、柴湾车厂、 兆康站、殷澳站和观塘站 其中百香车厂项目 安装超过2100块有性太阳能板 已大致完成安装 以单一件钟物计 是全港最大同类设施 港铁早前已在鸿瀚铁路大楼 九龙湾总部和显径站 安装太阳能发电装置 计算最新的五个项目之后 预计每年可以生产大约100万度电 相等于2300个家庭一个月的用电 港铁说会继续努力在铁路网络 尋找更多适合的地方安装太阳能设施 支持本港发展可再生能源 一般人的正常心跳是每分钟60至100次 心脏不规则跳动 过快或过慢都会被视为心律不正 全港估计大约有百分之一的人 受到心律不正的问题影响 最严重可能会出现幼恶 68岁的梁先生在新舞台的工作 台优后在慈善机构做移工 但早在2006年 有一天他突然感到不适 走路也有问题 后来经医生检查后发现 才知道和心律不正有关 心脏可以划分为四部分 上面是左心房和右心房 下面是左心室和右心室 位于右心房的豆房结 会释放规律的讯号 协调心脏收缩和放松 从而产生心跳 正常情况下 心脏会有规律地跳动 每分钟大约是60至100次 即是所谓的豆性心跳 如果幻想心律不正 不正常的心脏讯号 会取代豆房结的工作 令心跳有时会过快或过慢 例如当我们的心跳过慢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觉得很疲倦 严重的话 也可以有休克的症状 而心跳过速的话 通常常见的症状 就是心口会觉得有一种 瀑布跳的感觉 会跳得很快 或者会跳得很凌乱 严重的话 也可以导致气喘 急性的心脏衰竭的情况 或者去到休克 在治疗方面 如果心跳过慢 可以考虑在心脏安装起薄器 监测和帮助心脏跳动 如果属于心跳过快的情况 就可能需要安装心脏除尖器 除尖器就会监测着心率 如果心脏内出现一些 我们叫做恶性的心跳 即是心跳会导致死亡 会有一些亂流出来 它就会放一个电击的信徒 将心率变回正常 医生说要预防心脏病相关的疾病 除了平日要有恒常的运动外 也要注意饮食 例如少盐少油 还要定时检查身体 无线电视机车 内洁营报道 联合国估计 印度人口将在星期五超越中国 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但印度仍存在不少社会问题 包括女性就业率持续低迷 根据联合国推算 印度人口总数将会在星期五 达到超过14亿2500万 正式超越中国 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 受惠于人口红利 世界银行预期 印度经济今年将会增长6.3% 明年将会增长6.4% 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不过联合国的推算 是基于印度201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 印度原定在2021年 进行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 但因为新冠疫情而押后 疫后就因为技术和人手问题 迟迟未展开 反对党质疑 印度当局押后人口普查 是出于政治动机 希望在明年大选之前 掩饰失业人数等问问题的数字 印度人口持续上升 但是女性就业率处于全球落后水平 近年数字更加进一步下跌 由2004年最高的三成半 跌至上年的两成半 自负印度经济监控中心也发现 印度只有一成劳动年龄女性受高 有印度女性就说 即使现时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 社会对女性就业仍然不友好 原本在孟买任职社工已经16年的身格 即使薪酬高过丈夫 仍然迫于家庭压力 要辞职在家照顾小朋友 无线电视记者何英桀报导 7点半 新闻报导完 再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